来 各位看一下喔 这次呢 当然这资料实在太规则了 2000年创业是20万 2001年的时候业绩是21万 2002年是20万 反正我就打了规则有点懒惰 来 我们想知道每年增加的业绩 那这一年就创 第一年嘛 就没有 接下来这边就有 对不对 2001年跟2000年比增加这个1万 那怎么做呢 不就这个减这个等于它吗 所以正规的公司等于 请帮我把这一格去减 这一格 对不对 V3-V2 那V3-V2如果把公式复制下来呢 它自动会变成什么 V4-V3 那公式再复制下来 那就V5-V4 所以其实做完一个以后呢 你把它往下拉 不就全部做完嘛 公式叫做相对位置 所以我们切换成显示公式的时候 你看一下 它记位置的啦 3-2 复制下来就变4-3 5-4 6-5 7-6 这你懂 老师我们想用正列公式做 那怎么办呢 这次我要删掉 我先把公式功能关掉 公式可以按Ctrl加小蚯蚓 不过我还是喜欢在这 不想多倍快速键 来 老师那可不可以这样 你看哦 高雄楼下这五个 剪掉楼上这五个 你看到吗 我就是这五个 去剪掉这五个 来放在这五个 正列讲的是对应哦 因为是五个 所以呢 你看我做哦 首先我先选五个 等于 看我做哦 这五个 去剪掉这五个 看懂我在拉哪里吧 你不可以按Enter哦 按Enter只会做 他说我不知道你是怕什么 为什么 从来没有个数学士 叫做这一堆剪那一堆 他不认识 怎么跟他讲他认识 正列他都认识 好 一样是选这五个 公式都没有打错 点在这里 Ctrl Shift加Enter 他就认识 你直接按Enter不行 来 我在这边再刷一遍 你来看一下哦 第一个 选这五个 那 对应哦 等于 把楼下这五格 减楼上这五格 按Ctrl Shift加Enter 那就把它做出来